非常照顾我们龙潭地区 而且对高原国小非常照顾的 吕玉琳 吕立伟 谢谢 我们高原国小今天活动的主持人 也是我们的主席 我们的罗梅琳 罗校长 我们主委也是我立院的最好的同事 我的前辈 廖正锦 廖委员 还有我们的桃园市的第一届的市长 郑文灿 郑市长 张兆良议员 徐玉树议员 袁中杰议员 还有我们的三位里长 谢清齐里长 罗胜天里长 还有我们的黄玉琳里长 我们校友会的黄会长 我们家长会的黄会长 还有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总干事 我们的徐龙俊 徐总干事 在场我们所有的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 所有的杰出校友 所有的同学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非常兴奋的日子 高原国小一百周年校庆 生日快乐 刚刚我们的大会主委 我们的郑市长都提到了 我们的教育是百年大祭 今天我们看到百年的校庆 这传承的我们的教育 是要更加的与时俱进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每一位都赢在起跑点 不要因为是偏乡教育资源就不到位 不要因为是偏乡 让我们的学校的校舍更加的不安全 所以在这边 玉琳会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我们的学校 所有的软硬体设备都能到位 等一下我们学校就会有 我们的四天教师的接牌 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 每一个都在各行 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进步 所以呢我们非常佩服的 就是我们的罗校长 虽然这些学校学生不多 但是他让我们每一位孩子 各项的才艺都能够 自己的适性的学习 这就是我们教育最重要的 要让我们的孩子适性养财 在各行各业都能够行行出状元 玉琳会更加的努力 那刚刚我们的主委也有提到 我们学校的校舍 面临第二交流道的透宽 我们连外道路透宽 围墙要拆到 我们的大榕树要被搬迁 玉琳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围墙不拆了 我们的榕树一样的在那里 这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百年的学校风貌 一样的保存下来 让我们所有的校友 还会重拾这段美丽的记忆 我们一起的努力 第二交流道 在现在可行性评估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马上 就会做所有周边土地范围的规划 也会跟所有的乡亲做完整的说明 到时候我们快速的征收土地来动工 让每一位孩子们家长们都有快乐健康平安回家的道路 最后在这边祝福我们的学校校运昌龙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羊脸神采飞扬 幸福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李玉玲 李玉玲 为我们高原所做出来的努力 同时我们的立法委员李玉玲 也送给我们今天大会的主席 罗梅林 罗校长 一个莲花纸的保守 也代表着在百年校庆 我们罗梅林 罗校长 他的推动非常的圆满 成功也非常的辛苦 再次感谢立法委员李玉玲 好 罗校长小心拿 听说那个价值蛮贵的